你現在聽的是懸網台 我是生食食術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很簡單 當然我們可以說 有時間去大自然裏面 我們除了鞋子 在草地或者樹林之間行走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這麼繁忙 其實現在市面上 已經是有一些接地器的產品 在我們的健康店 已經有很多客人 買了回家 每天都可以接受到 這個接地器的治療 包括了一些很簡單的 一張床墊 只有一張床墊 剛才醫生也提過 出去加拿大的時候 都可以攜帶 鋪在床面上 每一晚一定會睡覺 一定會休息的時候 就可以做到這個治療 不需要每天繁忙之完 要花時間走去交往的地方 還有一些就是一塊 一塊墊 可以在你上班的時候 在辦公室或放在地上 你的腳趾也可以 或者放在你的電腦 因為現在大部分人的工作 都不離電腦 可以放在這裡的時候 你接觸到 已經可以接受到 這個接地器的治療 剛才提過的那些 接地器產品 可以在我們 六創二的健康店 可以買到的了 六創二的地址 是在銅鑼灣 炸電街五十四號 富城商業大廈二樓 我們的聯絡電話是 28824848 開放的時間 逢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十點至晚上七點 星期六是 上午十點至下午的五點 歡迎大家 到來參觀 以下節目內容 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歡迎收聽 圓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 和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 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 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 都可以享受到 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 袁醫生 你好 大家好 袁醫生 近來天氣突然降了十度 很冷 早上起床 很不想捐出去的皮鬥 有沒有一些方法呢 還有這些時候 很多時候都聽到 很容易在冬天的時候 一起床 會發生了一些健康的問題 可不可以和我們分析一下 一般人在一個暖的皮鬥 第一件起床 就馬上去穿衣服 喝杯 喝水 一喝水 很多人都聽到 這是習慣 但我們知道 其實這些一暖一凍 對身體是一個很大的壓力 原來 不論在南方、北方的地方也好 早上通常是急性新緊 腦緊的八作時刻 據我們的調查 百分之七十到八十的心臟血管的疾病 都是發生在早晨六點到十點的 那為什麼會是這樣呢 那 因為我們身體在睡覺的時候 是進入一個很休息的狀態 如果我們突然一醒 就快起床 穿衣服 我們身體就突然之間 就改變我們身體的位置 就是躺下 就躲起床 進入一個很活動的狀態 我們身體的膠感神經系統 就會很快被激活了 但是老人家的調節能力差 就很容易出現那些叫做 體位的高血壓 就是Orphostatic Hypertension 就是這樣的問題 還有 經過一晚靜止的狀態 血液的黏稠度也會增加了 血管阻塞的發生機會率也大 亦都可能會加劇了 供血不足 引發心腦血管的疾病 在中醫的角度來說 剛剛起床的時間 就是陽氣和陰氣轉化的 關鍵的時刻 所以說 當你的身臟功能比較弱 有冠心病高血壓 糖尿病 動物硬化高脂肪的人 簡單來說 一般在年齡40歲以上的人 都要注意 早上起床的時候 第一件事 是不是趕快去穿衣服的 那應該怎樣呢 應該怎樣做呢 其實我們第一件事 就要花十分鐘 是換醒的身體 即是你的意識 即是你的意識上醒了 但你的身體還未醒 所以你早上的時候 就應該做一些事情 是來換醒身體的 這個資料在網上 我們大家收到 我覺得非常之好 所以跟大家分享 有一位中國中醫學院的 總流科主任醫生 他建議一些幾樣東西 黃澤問一下 他就說 第一 推複二兩分鐘 輸肝里氣 開胃健脾氣 第一件事 應該就是 不是馬上起床 而是推複部 因為推複的過程 內 胃經 肌經 膽經 肌落 都可以按摩 所以經常推複部 可以是 舒肝里氣 開胃健脾 以及保腎養心的效果 他介紹一下 這位中醫生 他說 我奶奶生前 經常有胃病 他經常用這種方法 來保健 他經常按摩肚子 推複部 他後來不知不覺 胃痛的問題都好起來了 他發現 還有 每天推複 還可以促進睡眠 所以一直堅持著 有時候 每天晚上 都推複二十分到三十分鐘 他這位奶奶 活到九十九歲 才過身 那應該是怎樣推法呢 那怎樣做法呢 當然 我們一起來 那個人還是 躺平 那些人 面向天 身向天 我們用兩手 平齊放在胸口 手掌向下 兩手 就是粘著向下 手的指尖 是對著指尖 慢慢 用力向下 壓下肚腩 慢慢向下 躺下 躺躺躺躺躺站 躺到土持 繼續躺躺躺 很簡單的動作 從心窩 打個心窩 你向下推 推 兩手都一起來推 兩手指尖 握住下去 一直推 推肚 一直到尻骨的地位 连续推上两次,二十次 同时,用指纤这样按下去 这个是月位,中心的经络位置 可以接触到很多月位 除了这个之外,我还应该试试 我们按月位五分钟,来推动身体 我们身体有很多月位 其中有两三分钟就可以了 我们会按什么月位呢? 按那些足三里 足三里,三音交,曲弛,合谷和内关 大家一听,中国人和香港人都很熟 一定会听过 这些月位,如果大家简单去说 例如足三里,膝头膏外側下面 有一个骨头,即是骨头膏出来的 你向下再按两三寸位 你看到两个骨头之间有一个粒位 你按那粒位,你会觉得有点烟痛 这是足三里的位置 这个位置 按下至他,切 Nichtar,然后Go上ası 三音交 三音交就是足木 足乎内部,都是一小左翠出来的骨头 用四个手指的位置 四个手指连平的位置 四个手指的阔度上,你会按到三音胶 三音胶按下去,又是软软的,不太难找 这些是大摇位,你找到三音胶的位置 用手指按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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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摇 三、四分钟,曲弛就是我们的手肘 你折完手肘,你知道是上腕下的,上臂和手腕之间 有一个折纹,折纹到尾,我说是外侧 折纹到尾的位置,就是曲弛羽的 曲弛,即是手腕,曲弯曲的地方 曲弛羽,又可以按一下,两边都按一下 合国看,香港很多人都会认识,有个虎口关位 大拇指和第一手指之间的V字下面 你折下去,你会觉得是一种鸢鸢的 这个就是很多人都会认识的,这个就是合国位 内关就是手掌,内侧,都是这样 大概两三个手指位 你可以按到,是中间的,中间的 由那个折纹,手掌的后面的折纹位 大概是三个手指位 你可以按到一个位置,中间的,手腕中间的,内侧 这个就是内关位 其实呢,中国有很多很简单的按月保健痴病 大家应该都可以去买这一类书籍 其实我其实创业的健康店都有的 我经常教人,尽量学一些保健的方法 也可以利用小灵精 譬如你有小灵精的,不用用手指按 直接用小灵精做就可以了 我通常都教人用小灵精按这些位置 来刺激一下它 还有一个是弹钟位 弹钟就是我们的乳头向内侧 在胸骨上面的,就是乳头的水平线 这是中间的,这个就是弹钟 弹钟是和呼吸系统的 还有一个是那个钟腕 钟腕其实都是你的胃窝和肚臼之间 刚才我们所说的,用手去推 其实你也做到了 当然,大家如果用小灵精的话 小灵精是压住中间 压住中间,压下去的 这个位置也可以拖 可以深一点压下去,一直向下拖 但最简单就是压 有几个月位,中腕 就是那个胃窝和肚臼之间的直线中间 其实大家可以用小灵精 都可以做到这些效果 最重要大家要知道 这些是一个保健的 很重要的保健 就是预防心血管问题 中腕、心臟病發作 好了,还有一样东西可以做的 就是提缸 提缸,提升阳气、防止疮 很多人有的 很多时候那些人去到季节性 有时是冬天的时候 那个夜长日短 也都要让那个阳气得到充分的闭藏 才是来年春天才有足够的阳气提升 中医认为是经常去提缸 就可以提升阳气的 阳气有一种温暖的作用 令到使用各种状态 都能够尽职尽地完成自己本分的工作 好了,那如何去提缸呢? 提缸其实随时都可以做的 当然,如果在床里做 你会睡平 就可以收肝门 就像大便当时 你躲到这样一刻 你就会收肝门 这种这样的动作 是一种提缸的 一般人都做到的 其实你站在这里 坐在这里都可以做到的 但当时在睡觉的时候 你可以做这个动作 一提一缩 一提一缩 做它两三分钟的提缸 这种运动 如果你有小灵症的话 其实小灵症 可以放在会阴的位置 当然要洗干净 因为始终是接近肝门 当然最简单 是自己做一个简单的 缩肝提缸的运动 提缸可以防止脱肝 痴瘡和尿痕 很多人有些前列腺的问题 到最后就可能 甚至是漏尿 这些问题会出现 所以 这个也是很好的方法 至于早上起床 喝杯水 其实是否重要呢 其实早上喝杯水 是非常之重要的 所以你应该第一 起床 第一早上睡醒了之后 尽量去做 因为人体在夜晚睡觉时间 那个尿 皮肤 虫尿 皮肤 呼吸系统 消耗了大量的水分 早上起床之后 人是处于一种 一种生理性的缺水的状态 一个晚上人的流失的水分 差不多有成四百五十毫克 早上喝水 可以补充身体 身神代者的失去水分 当然 喝什么温度呢 有些人 喜欢喝冬的东西 早上在冰箱里 拿冰水 其实这个是不好的 一般来说 任何和我们的体温相差太远的水 包括太冷或者太热的水 都会轻机腸围 是引起腸围不息的 所以起床的时候 最好就是喝一些 室温相似的 清清凉的水 当然 如果天气冬 直接可以喝一些温的开水 记住 我们的室温 和我们的体温是不同的 所以就算你室温水 进了我们的身体里 其实都是一种凉的水 所以如果你要喝 你可以喝一些暖的水 最微暖的 那能够设计 设计体温就最好 那你怎知道 你不可以凉的 其实一般来说 你的手摸到的 其实是应该 比你手摸到微微暖的 因为你手皮肤的温度 都不是体温 里面的温度 都是比较低一点 所以你用手去摸 水在你的手感 是一种暖的感觉 不是跟手掌一样的感觉 因为手掌 手皮的一样的感觉 都是比较低 都像36 身体的接近 差不多40度 所以用手感的方法 所以那杯水就微暖的 有时候有些人可以将一个保温杯 现在很多很好的 有些保温杯 有些是玻璃做的 有些是那些 就算不是玻璃做的 是那些 不手钢 千万不要用胶瓶 因为胶瓶的问题 现在发现是很严重 是非常之严重的 所以我们尽量用一些 不是胶瓶的器皿 做一个保温 对不对 还有一个我们可以做的 就是早上起床的时候 伸一下懒腰 打开眼睛 打开床头灯 当然如果你的家床链 和你的床链是很接近的 你一手拔开 你一手就打开 让眼睛可以适应一下 做一些眼盖的按摩 如果大家有小灵精的话 可以用小灵精 做一些保健 眼睛保健 有面部的药位 这些都是给大家 是一个保健 预防这些心血管问题的中风 是很重要的 所以天气凍了 大家这方面要小心一点 始终如果做得不好 会增加我们的心血管问题 在冬天的时候 原来我们起床的时候 只需要多过十多二十分钟 做一些小动作 其实可以减低了患 突然间心血管 甚至现在都很多时候 年轻化了的中风 那些问题 当然了 喝水我们经常都要 当然喝的水 我们也会说的一些 是好的水 有生命的活水 才好 那 好 今天我们的时间都差不多了 多谢袁医生 和我们今天的分享 如果各位有什么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电话 和原医生做个会诊 电话号码是25773798 而海外的听众 也可以透过Skype 和原医生做网上的会诊 可以email去 cs.naturalhealing.com.hk 预药 如果想重温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搜寻自然疗法语理 就可以听我们的节目 今天谢谢袁医生 拜拜 好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